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画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词器鉴定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所谓闲片吧 第一呢 为什么我要制作戴维画收藏这个系列的视频 我制作这一系列的视频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大家呢 通过对比 学会了一些这个磁器鉴定的方法 这些方法你掌握了之后呢 你不至于再去买东西的时候 打眼吃药 因为咱们很多的这个收藏外号者呢 他买的东西 我看了一下 绝大多数啊 都是只抓住了几个点 去进行所谓的这个收藏 恰恰是这样做 让你自己变成了这个很多这个宴品的接盘侠 那么你买东西的时候啊 那些卖东西的一定会拿出一些所谓的特征来告诉你这一点那一点怎么怎么样 但是呢大家自己一定要去学习 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累积这个知识才能够不至于打眼 第二呢就我拍这些视频呢 我也不带货 我也不去做直播 我也不卖货 因此呢大家呢 如果你觉得呢 哎 我讲的对 你有收获 你就学习 你要是觉得我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也不需要塞溜溜的评价 反正我对这些塞溜溜的评价呢 包括对我进行什么人身攻击啊 我都是笑着面对 而且我也从来不会说把谁啊 哪一个对在我这个评论区里边攻击我的 谩骂我的 甚至说这个说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的 我就把他们就所谓的半掉 就是把他们给这个疯了啊 从来没有 让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所讲的这些内容啊 都是有理有据有节的 所以我也不怕别人说什么啊 那还有一些人呢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呢 我知道是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 因为他们在网上呢 进行一些很多很多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啊 让很多这个收藏爱好者呢 有错误的认知 这样呢 他有他的目的 所以呢 他才对我进行攻击啊 那么究竟要怎么样学习词纪鉴定 可以这样告诉大家吧 就是一定要系统的学习 这个系统的学习呢 你要有很多的书要去读 你不能只读几个方面的书 然后呢 你要分清楚 你想要学哪一方面 最好的学习的场所是哪里呢 是博物馆 全国各地的这些大型的博物馆 甚至哪怕是有一些县级的博物馆 他也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镇馆之宝 那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参照物 另外呢 我们要一定一定 要腾出时间来 去景德镇学习 去景德镇学习呢 你并不是说到那里走马观花 我去樊家井看看樊古词 怎么怎么样 不是的 而是希望大家呢 能够参加到各大这个所谓的机构举办的这个词气鉴定的学习班 这样呢 对大家这个学习词气鉴定呢 是有很大的提高 我不为任何的组织或机构做广告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很好的不错的方法 这是有的机构呢 是要交这个比较高昂的学费 有的机构呢 相对的来说呢 可能会说这个收费稍微低一点 但是都是价格不菲 因为人家教你真真正正的东西 另外呢一定要到各大窑口 这个你包括你喜欢这个五大名窑的词气的人 你要去窑口实际去看一下 然后呢看看那个窑口的遗址博物馆里边出土的那些东西 如果实在大家没有时间 也不方便去这些警队镇呢 或者说是各大窑口去看的话 那么这个博物馆或者说相关的权威机构啊 出版的这些藏品的图录 你要购买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各大拍卖机构的拍卖图录 因为拍卖公司根据拍卖法的规定 它并不保证 因此呢 你不要拿那些拍卖公司的图录来当做质保 那个是错的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